为什么在九子夺敌的最关键时刻 当所有人都确信 康熙皇帝是要把皇位传给老十四应提的时候 四爷府军师乌斯道却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他仅仅停介康熙皇帝的一道罢免诏书 敏锐地捕捉到康熙皇帝的真实用意 那就是要把皇位传给四阿哥应征 并让四爷做好了继位准备 这上面是十三爷当年的旧部 很多人仍然掌管着兵权 还有 你现在无论如何要去见十三爷一面 让他把这里面可用的人提供给您 最后乌斯道的预测果然没错 在康熙皇帝游进登窟的最后时刻 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四子应征 应征四爷其实对自己能够上位可能性也预估的不大 康熙爷的诏书把他和八王爷应四的官职都给罢免了 很明显这就是他的皇阿玛在扫清一切障碍 让他远在西北的儿子十四应之爷回来顺利继位 把军师乌斯道喊来交代老头的去留 吴先生 虽说你有防度之才 无奈印针却无李世民之命啊 委屈你了 这点东西不成敬意 送给你半度后半生吧 乌斯道看看箱子里的银罗绸缎 我今天还就要学学防度保你一次李世民了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四爷白了一眼失态的乌斯道 假装看书的他问道 先生是在笑话我 四爷啊四爷 我的四爷啊 你咋就没明白你爹的一片苦心了 印针没好气的说道 军师啊 现在就是瞎子都能明白我的爹爹 就是要把皇位传给他十四儿子 何以见得 前几天王善推举我做太子 直接被他老人家给驳回 十四弟从蒙古快递给他老人家一只死老狼 他都没当回事 还把我和马七亭玉他们都给撤职降级 难道人一老了就真的什么都糊涂了吗 哎呀四爷 您就为这个灰心 哎呀四爷啊四爷 接着乌斯道给四爷分析了康熙皇帝真正的用意 首先你爹他毕竟六十有八了 一周还要交六次公粮 再多的鹿鞋也补不会他老人家被抽干的腰子 至于死老狼的事情 不是皇上他不想查 而是不能查 说是十四爷做的把他不承认 拥兵自重的他马上回来清军策 说八爷做的把 他叫起了蛆 京城驻军大营里面都有他的人 直接配合老九老师来个逼宫 到时候皇上他老人家估计善终都得不到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 上读十年书啊 他要的是乱 我当然要稳 对 只要能稳住局面 这个继位人就非王爷您莫属啊 乌斯道说出了自己最大的顾虑 那就是九门提督龙科多 这小子平时和八爷走得最近 关键时候他要反水就是皇上把皇位传给你 你也坐不住 其实龙科多那边也是拿不定主意 来到了自己六叔家寻求佟伯伟给他指点匿经 现在无论谁来找你 你都不要得罪他 也不要答应他 等到皇上找你 你就把宝全押上去 只要按照皇上的旨意 用力的新军 才是铁文的新军 谢六叔指点眉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